打造最强音乐平台 WSM 环声娱乐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的戏曲《随缘》 我继续请到我非常尊敬的长辈 阳梅姨是来和我聊天的 梅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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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荣耀姐 上一集我和梅姨聊到 她进入了一个尝试編剧的阶段 看过上一集的观众都知道 其实上一集也有说到 是梅姨的成长 但梅姨跟我说过 她的第一个长剧作品 就是李先次目 我当时觉得是威哥找你写的 是的 你知威哥他对任何一件事都是精的 包括美术 唱曲 编曲 音乐 都是一个全材 能够看中梅姨呢 梅姨一定不简单 那梅姨 是 是 上一集我们就说到 你在摺牙膏地被威哥 一个月就摺了六支曲仔 她真的觉得你好有天分 接着你们就开始做一个长剧的合作 是呀 有一次威哥跟我去百丽殿 九龙的百丽殿 那里看上海粤剧的李先转 她看完之后觉得这个故事不错 可以移植过去粤剧那里做 所以就问我有没有兴趣 我说我不会写的 我说大家合作吧 就是威哥呢 由那时候开始 就跟我怎样作巧 去写好你的李先 跟威哥分长次 我说我真是一张白纸 完全没写过粤剧 我问她第一场怎样写 她说第一场就这样 谁先出场 就是她授意教我怎样写粤剧 我第一次开始就是威哥教我写粤剧 我在她中得益不少 我到现在都很怀念她 很感谢她 即是说在一个故事大纲的处理 人物的编排 甚至是整个每一场的怎样去处理 都是她给你了我 差不多是教我怎样写的 其实手把手由一个 真是远出的老官教 你觉不觉对你来说是一个 自大的幸福和吸收得很快 所以我很感谢她 所以我很感谢她 我开始编剧 就得到一个 这么识意的艺人来指导我 是怎样写一个剧本 有时她写到一段时间 不如写什么小曲 小曲之后写什么中版也好 以往也好 这些就随我去想了 就是这样 我就想小曲 小曲之后帮往 帮往之后写什么小曲 但是我填字快 她告诉我 我有了这些资料 我会写得快 如果要我自己想 不知怎样写怎样的牌 因为我完全没有经验 我就慢 就是这样 总之她铺牌了小曲 接着帮忙 接着又怎样 你便很顺畅 差不多她画好的纸样 我才好之后 我照车 是 你说了 都不知多难 你说你写词快 只是写词这一样 已经是很糟 我填字是快的 到现在我还是填字有语识 即是有识识那一刻 是的 你有曲给我 我就填到词 有曲就填到词 但是我想什么曲去填识 反而这件事慢 用什么曲 反而双脑筋 这也是一个很高的技巧 又要讲经验 美姨 威哥就是手把手 和大家互相研究了一个理线次目 是谁做的 当年是威哥 她拍过几位发展 文飞燕燕姐 吴美英英姐 当年还有一位叫谭名师 她已经离开了 李先次目之后 我们熟悉的梅姨作品有很多很多 但有一套戏不能不提 就是《唐公恒史》 这个故事真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 《唐公恒史》是一支曲 但后来就成为了一个剧 阿梅姨可不可以和我们说一下 中间的转接 和和华哥 芯姐的合作是怎样的 首先我和红A公司合作 写了《香菲》的销路不错 所以红A公司的老板梁芝恒先生 对这个阅曲发生了兴趣 他希望我继续和红A公司 写一些阅曲唱片 来到发行 《唐公恒史》 他说唐明王与杨贵妃的故事 和光绪和真妃的故事 以及范蕾和西施的故事 一串的资料给我 首先叫我写杨贵妃和唐明王的故事 于是我就写了 《七月七日长生典》 用唐公恒史做主题 一支唱片和合带 有四支曲 一支是《七月七日长生典》 《玛与波》和《雨夜亦芳荣》 还有《阳梅增宠》 四首歌 《七月七日长生典》 《七月七日长生典》 这部唱片在广州发行时 很轰道 原来上片刚刚80年初期 国内最初开放 他们听的样板戏 看得多了 就想瞒瞒口味 香港的阅曲究竟是怎样呢 所以每個人都很希望聽聽香港的粵曲 同工恨時適同其會 在香港一出銷路很厲害 香港經過一段時間銷售之後 這個唱片經廣州的太平洋影音公司發售 也銷路非常好 得到全國粵曲銷路冠軍的雲雀獎 來頒給我和文千歲 原來國內人很喜歡聽文千歲的歌 他是第一批 第一批 第一次的港瑞合作 就是盧秋平 廣州的花彈 和香港的文武生 文千歲 兩位雄寧合作 我當時也有和華哥了解過 其實原來都是挺恐怖的一些演出經歷 因為當時剛剛內地開放 群眾很熱切去看華哥的演出 尤其這套唐公恨時 對他們來說配搭又漂亮 服裝又漂亮 那個控動程度不是你可以想像的 就是迫包山 露景又很好華 服裝又很華麗 很鮮艷 芯姐 是一絲不久的 他們甚麼裝身 怎樣配搭 都是把整個香港粵劇界的最好的優點 帶上去 所以引起了很大很大的轟動 美耶 你當時… 很大的迴響 因為盧秋平和文千歲 覺得這個唱片那麼暢銷 就不如將它發展成為長劇 就叫我將它寫成劇本 是 唐公恨時 另外有長生電 就變成了一個長劇 但仍然是唐公恨時 是 仍然是唐公恨時 但國內很多人做 不是用唐公恨時 秋平姐做就用楊貴妃 文武生搭戲就用唐明王宇楊貴妃 那對你來說會否有甚麼損失 有一次華哥回到國內 跟順德劇團合作 做了三百多場 據他所說 都是用唐公恨時 是 華哥是一個很直爽的人 那件事是怎樣呢 他就要是怎樣的 他對藝術很認真 阿威哥也是很有追求 華哥到現在 雖然他和心姐移民去美國 但是和美姐 因為他們兩位在美加住 美姨就住在加拿大的多倫多 所以大家都繼續有來往 大家說這件事 會否內心還是很寬鬱 是啊 我們每次合作都很愉快 後期華哥又叫我寫寫寫禍薩廟 歌曲都很受歡迎 將它發展成為折子戲 是的 寫寫寫廟現在在香港 很多的業餘外號者也好 職業也好 只要一點折子戲 這也是熱門的折子戲 還有另外一支《天子尋方》 《天子尋方》是講宋徽宗和李詩詩的故事 李詩詩和宋朝的詞人周邦義有一段戀情 我這個《天子尋方》寫 李詩詩和周邦義有一晚 在她的樓宗飲宴的時候 在喝酒談心 突然之間宋徽宗微伏駕到 周邦義在情急之下 不知躲到哪裏好 李詩詩說沒有躲躲 躲到床下底 相傳有這樣的故事 當時這位詩人真是躲到床下底 那晚宋徽宗和李詩詩說什麼 有什麼事情發生 周邦義完全知道了 第二早起床 宋徽宗就上朝 離開了 離開這個妓院 然後周邦義在床下底捐出來 寫了一首詩 少年遊 將當晚宋徽宗和李詩詩調情的情景 對話寫了出來 後來宋徽宗再去找李詩詩的時候 在床上看到這首詩 少年遊的詩 知道那晚周邦義在這裏 將周邦義隔職 周邦義原來在宮廷裏面 是做一個音樂的教師 職位都很大 是的 所以李詩詩就送他去送行 即是將周邦義趕出境 李詩詩送他去行 不完他都已經算了 是的 後來在送行的途中 周邦義又寫了一首詩 叫蘭寧王 詩牌叫蘭寧王 用蘭寧王來填詩 感慨自己的命運 自己的身世 懷財不渝之類 他應該屬於不適事務 是的 李詩詩回到去的時候 宋徽宗已經坐在這裏等他 問李詩詩你去哪裏 李詩詩說周邦義 你都將他扁了職 戒出境 我一場朋友就去送一下他 宋徽宗就問周邦義有什麼說 李詩詩說他寫了一首《蘭寧和》 宋徽宗一看一聽 愛才 照周邦義回來 復職 這個故事是這樣 現在已經在裏 現在只不過是複述一個曲 他都可以這麼求入 這麼清晰 知道鋪排是怎樣 這個《天使尋方》都頗有趣 我寫得頗有趣 喜歡 因為周邦義拿在床底 他會害怕 床上就是個皇帝 自己在床下 動都不敢動 多辛苦 心情很複雜 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 能夠描述一些角色的內心世界 但周邦義從來沒有出現過 只是觀眾知道有這個人在床 又虛擬 是的 其實那個樂趣都很大 是 自己在笑 自己在想 創作的樂趣就在這裏 尾 寫一寫 有時自己無緣無故 又覺得好笑 我又笑一下 有時寫到感情的戲 很動人 生離死別的事 我自己也會哭 你先生或家人 看到你又哭又笑 他都習慣了 我只是和我先生 兩個人一起住 他上班時 我才做好我的家務 我才開始寫作 生命和生活 都掌握在自己手裡 很寧靜的 全部的時間 生活過了一段時間 在香港亦有很多人邀請你寫東西 做事 但就在1989年還是甚麼時候 你是移民 是嗎 是 1996 對不起 是另一回事 1996年 很多人以為我因為97的問題移民 不是 其實我是想留在香港 見證97 這個歷史的時刻 因為1995年 我先生做了心臟手術 我女兒已經一早移民到多倫多 她說 不如你移民過來 這裏的居住環境和空氣 都比香港好 雖然你住的地方都不錯 但這裏的環境更好 空氣更好 你兩人移民過來 那時我已經70歲 其實某程度上都以為退休了 是的 她說 你兩位過來我照顧你 那就是因為我先生的緣故 我娘輕心臟做了手術 需要一個較好的家居環境去休養 所以我移民 其實我很捨不得香港 是很喜歡這裏很多的一齊 不過現在回來 香港對我來說都很默塞 所有的路我不認得了 因為都二十幾年了 二十幾年了 街道一樣 但是有很多天橋 兩旁的建築物都不同了 人面全非 人面全非 是景物變了一些 有些是 有些 這次回來 很多舊朋友都走了 最近走了是風哥 大哥風 就是蘇勇先生 葉曉德先生 這些都是老朋友 都是一份 美姨 你在加拿大那邊 你過去了 雖然七十歲後過去 但你的佈佛並沒有停止過 我發覺你做了很多很多工作 包括寫福音粵劇 因為你也有提及過 你是一位基督徒 福音粵劇對你來說 創作的創作 又帶來一種新的感受 我寫福音粵劇 就是受聖靈的感動而捨 其實我移民的時候 我和我先生約發三章 先生希望我和他兩個人 過二人的世界 他不希望我再有寫作的煩惱 第一 他叫我不要搞曲藝界 不要搞曲社 是的 盡量多在家裏陪他 因為他帶我好幾年 他需要兩個人住 如果我經常走出去唱歌 經常顧著寫東西 不理會他 那何必移民呢 所以我承諾了他 所以我去了加拿大多倫多之後 我是甚少出街活動的 一來我又不懂駕駛 要靠女兒和女婿借我 但是那些人知道 遠未過來了 很多曲藝界的朋友 是自動找我的 而有些教會的朋友 知道我是一個讚曲編劇 所以就要求我寫一些福音樂曲 給他們去一些老人院 去一些教會做演出 從此我就寫了好幾首福音樂曲 我寫了三十幾首福音樂曲 最近《恩羽之聲》 又想我和他合作 將福音樂曲發展成為歌劇 很忙的 是歌劇 歌劇是另一件事 但又是粵劇 我記得2020年初 我本身的工作 涉及粵劇製作 當時的主角 演出者就告訴我 《梅姨》呢 我們會演出《梅姨》的作品 大家在選擇劇目方面 就有點遇見了 但是最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她告訴我們 《梅姨》回來親自 親自製作 投資 會在《新光戲院》 做兩晚長劇 還有演唱會 我第一句就問她 其實《梅姨》今年多少歲 她就說 都沒有九十幾了 她也說不出九十幾 但當我知道《梅姨》 原來回來的時間是九十五 在香港度過九十六歲的 正日的生日 《梅姨》 每天都見到你這麼忙 在籌備期間 還要拿自己的私人精速 很多朋友都想見我 又有新的朋友 又有舊的朋友 新之舊亂 你那種魄力 出錢 出心 出力 搞兩晚的長劇演出 絕對不簡單 還有演唱會 《梅姨》的過程 你是享受嗎 還是牢碌 還是覺得 兩樣都有 還是很開心 兩樣都有 又有開心 又有滿足 但也有煩惱 有的 是 主要 我想這個疫情 經過兩年左右 很多粵劇界的藝人 從業員 音樂 都手停口定 現在 輕輕 知道香港的疫情 控制得很好 市面開始復蘇 初時 戲院開的戲院 不僅是五成觀眾 漸漸現在有七成 甚至八成都有 我想一下 我有幾個劇本 我都很想重新 將它見一下觀眾 我在這個年紀的疫情當中 我都運在家裡 那邊 加拿大政府 都勸了市民 盡量少出外 有家居令 有限聚令 即是限你 坐車只是兩個人 就要接觸關題 出去喝茶 現在可以六個人 初時只是兩個人 兩個人一台 兩個人一台 兩三個人 漸漸可以四個人 我甚少出外 只是女婿 有時給我買菜 其他時間 我沒有工作 唯有找回舊的劇本 來改編 有幾套劇本 我重新改編 而芙蓉佩 唐弓恆史 都是我重新改編過的 我想一下這個疫情的時間 有沒有班主願意投資呢 我都打電話來香港 向朋友打探消息 他說現在少班主投資 因為賣座沒有保證 風險高些 所以我想 既然很難找人做班主做我戲 不如我自己嘗試做班主 我不是有錢 是真的 是 真正正是 但到我這樣的年紀 我年紀 我年輕就離開了 不多不少 都有些養老金 有些積蓄 我這麼大的年紀 如果不用 便變成遺產 所以我女兒和女婿 都鼓勵我去做這件事 當她未變遺產之前 繼續為資產的時候 就將她活化她 是的 用在自己的身上 用在自己認為 是應該開心的事 所以我便和香港方面的朋友 聯絡 如何進行 搞了兩晚長劇 外間的反應非常熱烈 兩晚都是全圓滿座 是 很感恩 不是感恩 我是感恩你 因為是新劇 是 不 因為是新劇 因為是新劇 都是排練不足 所以 演出的時候 總有不足的地方 我希望今年年尾 如果有期給我的話 我都希望再做芙蓉佩 看過這次的演出 我知道可以還有改善的空間 我又會把它重新再改編一次 芙蓉佩在我心目中 我們不要計算她的年歲 各方面 但是她的衝勁 以及她肯吸收意見 她絕對不會故步自封 或者似 我們一定要永生向她學習 芙蓉佩 我知道你還有一個和秋元的軍臣肝膽 是的 你的唱曲 你的拉康 令所有人都覺得 為甚麼你很喜歡 美伊你平時怎樣保養 我沒有特別保養 我甚麼補品都不吃 我不吃得補品 但你甚麼都吃 甚麼 適合吃的我就吃 好像我這樣的年紀 不多不少都會有些老人病 譬如膽固醇又高些 血糖又高些 尿酸又高些 有三高少不免 是窄界 是在境界線 窄界點 自己飲食各方面 自己少濕一點 還有運動 是 運動 沒有去刻意做一種運動 看電視時 隨意招式自己 動手動腳 拉下禁 最重要的是 有空又唱一首樂曲 唱樂曲也很厲害 是 我多聽一首唱 但你那晚唱得很好 不是 年紀兩年沒有唱歌 是嗎 加拿大所有的局都停了 是 但那晚如果我 就蒸透了美伊的同意 就將她那晚的一節 小小的曲 放給大家聽 我那天早上 演出的那天早上 我是經過祈禱的 是的 我又喝了一些 羅漢果水之類 我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的狀態 還可以 站足半個小時 我站得很辛苦 其實 我一邊唱一邊 腳痛著 她說差點害怕 所以我就拿著那支 扶手棍 很有氣質地扶手 證明 很失禮 其實 沒有唱者試過是這樣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颱風如何 你的颱風很優雅 放心 你說而已 美伊 今天跟你聊天 我真的吸收了很多做人的態度 學習的態度 以及你的經歷 你的生活習慣等各方面 我們都應該向你學習 不敢當 很客氣 我知道你都會回加拿大的 是的 下次回來 還有幾天就上機了 是的 繼續跟我們聊天 好 希望下次回來的時候 和你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歲 我們一直慶祝下去 生命不在自己手中 看看她何時接我回去 我無所謂 我們快樂地過每一天 是的 多謝美伊 多謝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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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 如非昏暴 亦是该 拜下 法南 智候冠阿山 智礼 北南水潮 亦是有的 冰王 张伟文 靓声 天后 女山 乐坛 笑像 尹光 大国矮仔 她想鸡仔好吞 那个无妄忘到心 怕到发冷痴 情歌王子 莫玉秋 不要悲伤 爱人 不要绝望 宝岛歌王歌喉 青山 飘落下 黄的花 白的花 阳烟 天日积粮的发散 夜千多往生市 飘铃足渺茫 出全获无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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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雷 满餐一共 光月无踪 一共之下 只有我才归想 这往事录的夜雨 5款6DVD套装 限量发售 每套只售499 订购热线3105-3105 绝版珍藏 寿原迹纸 升级美声 尽在还声